原标题 委员会公布,由什叶派阿拉伯人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政治联盟赢得了议会选举,据路透社报道,萨德尔阵营共得到130万张选票,共赢得议会329个席位中的54席,伊拉克前交通部长哈迪阿米里领导的法塔赫联盟拿到47个议会席位,现任总理阿巴迪领导的胜利联盟表现不佳,拿到42个席位, 尽管他领导的联盟取得胜利,但因萨德尔本人没有参选,所以无法成为总理,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的投票工作于当地12日70开始,至18时结束,这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第四次大选,包括政党、政治联盟和独立候选人在内的87个政治实体,约7000候选人角逐329个席位, 此次大选投票率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低,只有44%,过去15年的大选投票率都高于60%,这也是事伊拉克2017年12月宣布,击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后的首次议会选举,将近7000名候选人角逐329个席位, 据悉,萨德尔什法美立场,多次要求美军彻底撤离伊拉克,他领导的什叶派民兵曾参与抵抗美军的运动,卷入2006年至2007年,伊拉克最严重的教派仇杀,萨德尔后来解散他麾下的民兵组织,参与伊拉克政治进程,逐渐从边缘位置走进政坛中央,编译海外往里方。 好